Hello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話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這個 圖像識別這樣的一個技術 好那圖像識別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呢就是 給你一張照片 然後你要讓這個AI呢 從這張照片判斷出 裡面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給他一張花的照片 然後他就要告訴我 這一張 這一朵花是什麼 然後我給他一張鳥的照片呢 他就要告訴我 這隻鳥是什麼名字 那這個圖像識別的技術呢 其實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開始了 那最近的話呢 從這個深度學習的崛起以來呢 這個東西呢 在 AI在辨識這個圖片的精確度上面 這個是大幅的提升 然後到最近的甚至都可以超越人類 好 那 在我們 深入探討說他是怎麼分辨出這種 各式各樣不同的圖片 比如說有花有鳥 這麼複雜的這個任務之前呢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一個任務開始提起 好 那在圖像識別當中呢 最簡單的一個任務 大家可能都 耳熟能詳 他就是叫做這個 MNIST M-N-I-S-T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有學過深度學習的話 你一定有做過 這個例子 好 他就是 從0到9的手寫數字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提供的這個 他們寫0 寫1 然後寫9 這些數字不同的寫法 然後他們 寫了很多張 那總共有 6 6萬張的樣子 就是0到9 總共有6萬張圖 OK OK那這個任務呢就是 你要從這6萬張圖片 我們這6萬張圖片呢 比如說 這張圖片呢 我們就人工的標註說 這張照片是 那第二個這個 這張照片呢 我們一樣人工標誌說 他是0這個數字 他這張圖片是4這個數字 那總共有6萬張這樣子人工標註好的這個 圖片呢 我們就讓這個AI呢 去從這些 大量的 資料當中學習出 這個每一張 圖片 每一個數字 他的特徵是怎麼樣子 比如說1呢 可能他就學到說1就是 一個直直的線下來 OK 那他從這些很多的資料當中學到這個規律之後呢 他就可以在 沒有看過的圖片當中也能做出正確的這個判斷 比如說他看到這個數字之後呢 他就知道是7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在這個資料集上面呢 現在AI呢 所能達到的精確度大概就是 99.999999 反正就是幾乎接近100 所以呢這個東西呢 已經被大家認為是 就是太簡單了 所以就拿來當作這個深度學習 入門的其中一個例子 這樣子 OK 那這是 圖像識別當中最簡單的 一個例子之一 OK OK 那我們再往上 來看說比這個更難一點的有哪些資料集 好 比如說有這個 叫做一個 SIFAR的一個資料集 那SIFAR當中又有分 SIFAR 10跟 100 就是10跟100 那這個10的意思代表說呢 總共有10個種類 比如說有這個 飛機啊 車子 鳥等等 10種種類 那這個資料集呢 比這個剛才介紹這個 MNIST更難的地方在於說 首先這個MNIST呢 它是 黑白的圖片 也就是說它的像素值只有0跟1而已 那黑色的地方是0 那白色的地方是1 這樣子 好 那這個SIFAR呢 它的 圖片就不再是黑白的 而是彩色的 所以有三個 這個Channel就是有RGB 紅藍綠這三個 不同的這個Channel 那其次呢 這個MNIST 它的圖片是相當小的 大概是28x28而已 那這個SIFAR呢 比它再大一點點 32x32 所以就圖片更大 然後這個又加上這個彩色的訊息 所以呢它會比這個MNIST 還要再更 更難寫 OK那一樣我們也是 有海量的這個資料 就是這個 圖片呢我們把它人工標示成 飛機 然後這個圖片呢我們把人工標示成 車子 那總共一樣也有6萬張這麼多的圖片 然後讓AI去做一個學習 讓他學到說每一張 每一個種類它的特徵是什麼 好那這個學習出來的結果呢 目前最好的AI呢 在網路上給出的資料是這個精確度也是達到了 99%這樣子 也就是非常高的一個精確度 好 那於是這個東西又變得太簡單了 所以呢 又有一個資料集叫做SIFAR 100 就是把這個10個種類呢加到 加到100種種類 那100種種類那這個 種類更多當然資料也就更 龐大了 那學習起來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不過呢 學習出來之後最好的結果呢 目前是可以達到90%以上的這個精確度 好 那是這個SIFAR的介紹 那我們在 往這個 地方更邁進一步的話 就是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花的這個分辨 那花的這個資料集呢 也有 那是Oxford 牛津大學提供的 那叫做一個 就是有102種種類的flower dataset 就是花的資料集 那它裡面的這個範例的圖案大概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反正學習的方法都是一樣 就是 每一張圖片呢 我們都有人工標註的一個資料 就是一張圖片呢 我們人工標示出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把這些 資料呢 全部未給AI讓它去學習這樣 OK 那我剛才提到的這些資料集 除了這個MNIST跟SIFAR 應該是大家 所有這個學過這 深度學習圖像識別的人一定會知道的 以外呢 剩下的就 有 就是五花八門啦 可以說因為我們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有花的啊 那有鳥的 有狗的 那除了生物之外當然也有比如說車子的 比如說什麼車子的這個 形式啊 不是形式就是車子的這個製造廠比如說 它是豐田的啊還是 就是 BMW之類的 這種 那 還有什麼鞋子啊 衣服等等的辨識 這種資料集都是多到數不清 那我這邊 只是 就是 舉出了一個花的例子來做 一個例子而已 那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資料集 那最後呢有一個極大層的資料集 它叫做IMAGE NET IMAGE NET 那這個資料集呢總共包含了1000種 1000種 你 所有可以想得到的 不同的這個物品的種類比如說我們這邊看到的 這些家電啊等等的當然有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花生物 或者是我們 你能想到幾乎都有 比如說什麼車啊火車等等的 各種就總共有1000種不同的物體 那資料的數量也是相當龐大 總共有1400萬張圖片 就是1000種物體然後 又有1000多萬張 這個圖片 然後去讓這個AI去做學習 那這個 IMAGE NET可以說是這個 圖像識別的資料集的一個基大層 那這個資料集呢是在2012年的時候 被發表論文所提出來 那他每一年呢都會舉辦一個challenge就是挑戰賽 就是他會 比賽說看誰的這個演算法能 達到最高的這個 認識的精確度這樣子 那這個比賽呢從2012年就開始舉辦 那舉辦到2017就停止了 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為什麼 在2017就停止了呢 那實際上是因為 在2017的時候 他這個 最好的這個演算法的精確度 已經超越人類了 就是 這個東西已經超越人類了 但 就是說 比如說可能在人類標註的時候沒有辦法標註的很精確 比如說 這張圖片 人有些人可能就會把它標註成什麼吐司麵包 但是實際上 這個AI看到的是裡面的這個熱水壺 這樣子 那於是呢 他這個東西已經超越人類了 那 我們人類就想說 這有可能就是我們人類在標註標籤上出了失誤 所以呢 再加上他現在的精確度已經到這麼高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了 這個東西 AI已經超過人了 那我們就 把這個比賽停掉吧 讓這個 大家把這個 多出來這些算力 就是這些GPU的時間拿去訓練別的新的AI 那這是一個小故事 就是到2017年的時候這個AI已經超越人類 那順帶一提這個精確度我記得應該是在 70到80 75到80之間算是一個 State of the art 就是算是最好的一個精確度 這樣子 80%的深 這個精確度 那已經是非常非常高 OK 好 那講這麼多之後這些算是 在學術方面的一個 背景這樣子 那我們回到這個 實際生活上的應用 那實際生活上的應用呢 現在有很多個APP 比如說這個我找到的 那 這個不是業配我只是 對於這個圖像識別的技術蠻有興趣的 所以就 隨便找幾個 App來做介紹而已 那 這個東西呢 他就是 拍一朵花然後他就辨識說這朵花是什麼 然後 比如說他寫詩給你啊等等 然後告訴你說 在哪邊有怎樣的花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圖像辨識的其中一種應用 那 我自己的話呢 是到 今天 以前為止呢 我是知道有 這種辨識花的這個 App的存在 但是呢 到今天呢 因為我今天出去 去水族館玩 然後我今天 就看到了一個 App呢 他是可以辨識 生物的 那我覺得蠻新奇的 那我就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就是今天拍這張 影片的這個主題了 那這個東西呢 叫做 Linear Lens 那他是一個 日本的公司 他是日本的公司 然後 他就開發 這一種 圖像識別的技術 然後就可以辨識說你現在 拍到的是怎樣的一個生物 這樣子 然後呢 除了這個 在陸地上的生物之外呢 你可以拍這個水裡的魚 等等 他都可以很好的辨識出來 那我下載來玩了 那 玩起來的感覺是蠻有趣的啦 就是他可以 實時的 就是不用什麼聯網之類的 他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機裡面 判斷說 這是怎樣的一個生物 那我就分享一下這個東西給大家 分享一下我今天 去水族館拍的 一些生物 這個東西叫Linear Lens 我們現在把他打開 那他 App就是像這樣子 他是用前面這個照相機去做拍照 那我現在是沒有任何生物 所以 拍不出東西 那如果有生物的話 他就會 整測出來 然後 把它進行一個辨識 辨識 那辨識完的結果呢 會在這個 你的記錄裡面 那他很好的地方是 他 也有這個 中文 可以在這邊選中文 比如說今天就拍了很多魚 這樣子 當然他會有認識錯誤的 時候比如說 我這個 同樣拍的是這個神仙魚 他卻 認識出來 兩種不同的生物 但其實這兩種應該是同樣的生物 這個大神仙魚跟這個白木達刺蝶魚 應該是同一種生物 然後還有這個 羅海蝶 小精靈 很可愛 對 然後呢 這個陸地上的生物他也可以辨認出來 然後呢 你也可以從你以前拍的照片去辨認生物 比如說這是我 以前去抓昆蟲的時候 拍的照片 然後他也可以從照片裡面去 辨識這個生物 這樣子 好那 也蠻有趣的一個地方我覺得就是他這個 就是 他可以 就是像是一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我記得生物學上有一個 名稱 反正就是一個樹狀圖 就是 從這個 劍門綱木科書中 一直往下 細分 那他可以把你 所記錄到的這個生物呢 全部在這個 樹狀圖裡面呢 把它標示出來 比如說我們就隨便打開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今天拍到的水母 那下面還有另外一種水母 那你就可以把你 所看過的生物全部都記錄在這個表裡面 那今天總共記錄到 53種生物 那他總共是說有 1萬多種生物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專屬的圖 那我覺得還蠻有趣 這一個公司呢 他做這個的目的 這個公司呢 他做這個的目的好像是說 這邊簡單的翻譯一下 這是這個公司他 關於這個App的說明 他就是說世界上有 有相當多種的動植物 然後呢 有大概90%還沒有被人類發現 然後因為我們要發現他們需要很長的時間 然後同時呢 每一年呢又有 很多種的生物 他們都走向滅亡 所以呢 他們就想要做出一個 一個紀錄 這些生物的一個 方法 於是呢 他們就想到了這個 圖像識別的這個技術 然後他們就想要利用這個 圖像辨識的這個AI呢 把 在這些生物呢 在他們滅亡之前呢 全部都把他們記錄下來 這樣子 OK 那這是他們 開發的一個 小背景 那我覺得 也是 還蠻不錯的 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下載來玩玩看 那他是有 在這邊 有Apple跟Google 都可以下載 那主要就是他可能精確度目前還不是那麼高因為 剛說到他總共有一萬多種生物 那剛剛提到這個ImageNet即使現在這個極大層的資料集現在也最多才1000種 所以從1000種到1萬種 但這個 複雜度又是提升了不只 應該是不只10倍啦 所以我覺得要 正確的辨認出來應該也是蠻難的 所以讓他們有機會 再慢慢的提升精確度吧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邊告一段落 大家可以下載這個來玩玩看 那今天就是這個圖像識別的一個簡單的背景的介紹 跟我今天偶然發現了這個 AI的這個App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拜拜 拜拜